白米沙拉由一代代的民生物資 堆在廟裡數量相當多 一共超過200份 讓弱勢家庭的民眾可以前來領取 廟裡的志工們也全程給予協助 這次的發生物資活動 預估共有超過百戶的弱勢家庭受賄 今年我們已經 所以民國一百公斤一年 就跟我們老公有三百多萬 這個活動的物資 民國的榮有救世物資 是人家都十公斤的白米 淹收 淹到我們五十三層裡面 淹收發生 緊急死掉 不說的 我們水派兩個調查 給別人說我們水送進去 不只準備愛心物資 聽到衛生所硬體設備老舊 沙露玉皇殿還提拨一筆經費 捐贈給榮景沙露和武器的衛生所 讓他們可以更新電腦設備 照顧到更多民眾的健康 聽到衛生所 這個 鐵道有很多 看護膚 護膚刻板 因為 我們在市場來 進行住宅來 這個 護膚鄉親 他們聽到這個 所以 馬上有非常關懷 民進山 路上 我們三鄉 三幾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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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舊 我們 表情非常非常感謝 而玉皇殿香火鼎盛 一直是地方的信仰中心 也熱心公益照顧地方民眾 廟方也提到取之於社會 因此也要回饋地方 落實社會公益 希望讓民眾都能溫暖過年 記者怎麼會 台中央報導 今天的